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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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選擇傢俬的時候 最擔心的是買回來 才發現和家裡不配 他們一般去到傢俬店選購傢俬時 都很傳統地用把尺讀一下 看看色版拿出這些材料回來 做完資料收集之後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都很難去想像 究竟這些傢俬所有臭臭合合 放在他們家的新居裏面 究竟效果會是怎樣 不過有掌這個應用程式之後就不用怕了 它運用AR技術 傢俬會不會過大或者過小 跟原有的家居設計風格搭不搭 通通一目了然 我可以用一張紅色燈 我不喜歡 我想立即用一張白色、橙色的燈 我們可以立即看到出來 我們亦都有些比較特別的功能 例如有些Animation 有一個櫃 例如開山或是怎樣 或者是接床 放在這裡變成沙發是甚麼樣子 如果想看它變成床時是甚麼樣子 配搭是否正確 都可以在APP裡面看到 他們運用3D掃描技術 將實體傢俬變成虛擬產品 而傢俬裏面的一些細節位 就需要花上更多的時間和心機 例如一張椅子 或者一張梳化 例如像這些椅子 你看到一些Fabric是有摺位的 怎樣做得比較真 就是這些摺位 你要模擬這些粒位 反光才會看得到 例如線、怎樣拉緊 這些位置是有些不同的 而且坐的位置是怎樣摺痕做得出來 怎樣可以模擬這些東西出來 就變成要更多細節 這些可能是一至兩天的時間 這樣會比較花資 用戶看中了某件傢俬 就可以直接在應用程式裡面買到 在另一方面 傢俬店同樣可以利用這個應用程式 和客人相討 有個個案是傢俬店 他想建議客人買一張較長的桌子 那客人心想說 我覺得應該不需要這麼長的桌子 就透過我們的應用程式 他可以掃描完之後 把傢俬店拿進去 讓他觀察到 就可以知道 原來你說得對 應該買一張較長的桌子 也是整個體驗 整個朋友經驗優化了 運用AR技術的遊戲 我們就玩過不少了 不過原來這些遊戲搖身一變 可以成為公司的營銷策略 這個杯就可以種到一個虛擬的先人獎 大家看到他肚餓 想吃東西 我們可以為他吃東西 又要淋水 他說口渴 看到他好像有話說 看看他想說什麼 原來是我們贊助客戶的廣告 不少商戶覺得用AR技術來做推廣 成本會比起傳統廣告季 但是Ricky就說 雖然現在他們只有十幾個既定模式 但起碼降低了門檻 令AR普及發 例如有些互動就是 比較簡單 用一個線下的廣告 例如是一個Backdrop 或者是一個海報 或者是一個貼在耳朵背面的廣告 我們都可以用我們的SnapHop App 去掃掃掃掃掃掃 然後就可以進去玩一個自拍 另外有些複雜一些 可能拍了一個海報之後 再進入一個mini game 這些都會是我們很多時候坐在同一個客戶去定制 如果他們本身沒有一個特別的idea 我們本身已經有幾個不同的現成的game 可能做一些semi的改動 就等到他們的logo 各樣上去的話 已經可以令到他們提高了他們和客戶的 在一個手機上的互動 在廣告行業 暫新的營銷手法 除了可以更加吸引到眼球 還可以收集數據 讓客戶看到市場最真實的一面 不同的消費者拿著我們SnapHop App 其實是可以去掃掃 去拍攝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海報 所以作為一個大數據的分析 其實對於我們商業的客戶來說 他們可以看到他們下的不同的廣告 哪一個是比較受歡迎 或者哪一個產品 是多些人會留意去掃掃去關注 甚至可以再進一步做些分析 就是早上有週日、週日 哪一個產品是多些人會去關注 哪一個產品是晚上多些人關注 這些其實我們都可以通過行為數據 一些behavior的data 然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分析 他們選擇在香港將AR商業化 因為這裡多元的客戶群組 就最適合做大數據分析 是一個很國際性的城市 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類型 不同文化的消費者 有香港我們本地的消費者 可能有一套文化 另外也會接觸到一些內地的消費者 可能他們在應用technology 或者文化上面也有些不同 當然也會接觸到美洲、歐洲不同國籍的人 他們的消費模式 我們其實都在香港做某些項目 已經可以很貼身地去了解到 他們的想法和文化 不變化 也不然 不然 向前面